游戏玩不好,喜欢凑热闹,大家好,我是博林兵糖葫芦,有小伙伴点菜货布商店了,这东西上线了大半年,就像打装备一样,有的不太在意,也有的天天囤,但是不知道换什么,还有的干脆挑最贵的,换了个12残卷的,究竟应该选哪个呢?今天糖葫芦就来给大家分析一下,别忘记每天一个小猩猩支持宝宝哦。 先来看看商店里面这几样宝贝,顶级物资最贵,藏卷锦盒要50斤布,换特技的残卷就是锦盒开出来的,当然欧皇也可能从锦盒里开出稀有的图纸和特技书,还有11个武器防具图纸,每个20斤布,高级物资里面就是橙装和紫装的洗练书,第三项真奇物资,里面22种特技书,也就是我们今天要重点说的部分。 在对第一批换了特技的玩家的统计数据里显示,换的最多的是常见,常绿,其次是熊猎,幻甲,再次是拙猎,天机,乔庄,好家伙,清一水的12残卷特技,是不是最贵的就是最好的?一起来看特技分析推荐。 目前口碑最好,性价比最高,最值得换的不在12残卷里,而是8残卷的常见,宝物青囊书的专属特技,战斗首规合,己方全体获得急救,治疗量10%受质力影响。 首先,他的通用性非常强,用大佬的话说,万队皆可常见,在开荒期,直接能顶一回合的赞损,对抗一些输出可以规避赞臂加援助防护体系的菜刀阵容,也需要常见灵动等装备。 看这场太尉和尖熊级的对战,双方装备特技都带得很足,都有常见,快攻队带常见的收益是快攻队内战时的优势,但更大的优势是放在骑手慢的队伍里,可以收益两回合的急救,总之一句话,常见放在速度慢的队里,收益更大。 但是青囊书可遇不可求,如果有可以毫不犹豫的安排上。 货工商店的兑换是一个长期的事,主要是用来养号,重点还是四残卷的特技,现在九种里面有几个值得换,而且需求量还不小。 首先是活力,吞天麒麟甲的专属特技,提升5%统帅,横甲,军民,草船,工具人必备,但是加不了周泰的肉身。 然后是回响,七星刀的专属特技,提升主动战法1.5%的几率,很多需要的,比如官媚,陆训,法证,关键是花四残卷并不贵,但是打铁却不好出。 然后是祈祷,任意宝物可用,受到治疗提高8%效果,宝物特技需要寻访,获得本身就难出,而且急救治疗的队配祈祷提升相当大,特别是带草船的队伍。 荣光和荆棘两个防具的特技可有可无,建议不用考虑,剩下4个加8属性马的特技都可以以后再说,但是需要注意,给马打特技的时候不要乱用马,优先选那些没有专属特技的马,因为打上就会洗掉原有的特技。 比如白虎,有特技福威,在八叶封赏里可以兑换,哪天换了特技,刚好你的白虎马上有个雄姿或者倔强,那只能被洗掉浪费一个特技咯。 除了长剑,其他8-12残卷特技,推荐优先换,司马懿一套长绿换甲,张飞熊烈,反肩和谋宫。 司马懿的这两个专属特技有人用了,说司马懿变硬了,战功担当阵容,有司马懿的就可以考虑兑换,不玩司马懿的再好也不要换。 张飞的熊烈呢,配刚勇的张飞提升很大,其他的只是提升了一点点的伤害,小伙伴们自己把握。 梦德新书的反剑,孙子兵法的谋攻,需要寻访才能获得非常难,这两个都是稳定一次控,很给力,有宝物的话就值得优先的考虑。 跟八叶风赏一样,武将特技兑换的原则一定是先通用再专属,形伤白衣的乔装、吕蒙、SP吕蒙都有效,配合后发兵书加威谋用,不过两个吕蒙都很少出战,兑换不如攒着等等看以后加新的特技。 甘宁的文秀P专属特技华福,也是甘宁主玩虎尘骑时在考虑,剩下一些就是不值得兑换的,有胆略、神算、佐烈、天机、乐奏。 看起来好像都不错,实际没什么用,就像赵云的胆略,提升赵云5%会心几率,给五虎用的,赵云主伤害的阵容玩不了几个赛季,越往后的赛季赵云越辅助。 诸葛的神算呢,群体两人首回合剪谋伤,功能不相不值得,白雨扇还有图纸,总打铁的指不定哪天就打出来了。 玄铁连环甲的拙烈主要给吕布用,但是问过有拙烈的玩家,我觉得他形容得很到位,吕布不发动战法带什么都没用,发动了也显不出拙烈有什么用。 还有天机和乐奏,诸葛和SP诸葛,还有周瑜,同样是感觉不到有提升。 当然,换什么怎么换,只要你喜欢就好了,我们下期见。